东方说的这句话却救了汉武帝刘彻一条命 原来刘彻误杀张千被燕刺侯抓进监狱 偏偏他还是痘态后的人 即使刘彻亮明身份也不管用 而张千才死了三天 如果东方说的要管用 那刘彻就不用偿命 于是他就拜托秋缠救活张千 与此同时 燕刺侯的家丁也过来禀报 说张千死去三天的尸体 不仅没有发臭腐烂 竟然还有着些许热气 这下刘彻慌了 如果张千没死 那他爹不是白死了 所以他就想把张千先埋下去再说 怎料棺材还没出门 秋缠就找了过来 他伪装成张千怀孕的妻子 对着棺材就是一阵哭诉 于情于理 小侯爷都没有了给张千下葬的理由 只能恶狠狠地表示 自己看着他手上七七四十九天 秋缠就这样跟尸体住到了一起 除了日常的三顿饭什么都没有 秋缠渴得不行 便想来一口张千的供水 张大哥 我的口都快渴死了 我就先喝了 对不起啊 唉 这可把秋缠吓坏了 自己还没给他喂药呢 难不成是炸尸 他壮着胆子掀开白补 露出了张千的臭脚 他又掀开另一边的白补 露出了张千好好的脑袋 秋缠刚把心放回肚子里 就听见了一阵声响 结果下一秒 刘彻身边的李林 就从下面钻了出来 原来他收到张千尸体上 有余温的消息后 便悄悄地赶来打探情况 看看张千还有就没有 随后秋缠就把身腿瞪眼乱 给张千喂了下去 可两人说话的声音 却引起了护卫的注意 他们听着里面的谈话 生怕张千诈尸 小侯爷大手一挥 侍卫就被推了上来 他撞着胆子朝窗内看去 结果一眼下去 就吓得他魂不守舍 众人的反应 可把李林跟秋缠逗笑 秋缠完成了任务 便已给丈夫捏指认为由 要回家一趟 扭头就去找念奴娇汇报 殊不知她的一举一动 都在刘役的监视之中 刘役也没想到 自己竟被一个妓女给耍了 气得她带人包围轻牢 但她并没有说明来意 反而跟念奴娇聊得火热 其实刘役一开始就怀疑 念奴娇是那天行刺父亲的杀手 于是就故意按压她的伤处 念奴娇没能忍住疼痛发出了叫声 这让藏在屏风后的秋缠心疼不已 结果却撞上门窗 两人也因此被刘役抓了回去 那是何在 四后太后 马上派人八百里加急到宴次 追梁王 即刻回长安 是 张汤回京找皇上救太子刘彻 怎料他刚到城门口 就被太后的人给带了过来 张汤没有办法 只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太后 希望他迅速下旨解救太子 并表示自己回来的时候 还遇到了梁王 你见到梁王了 恕臣之夜 梁王此去验刺恐怕对太子不利 他到验刺有差事吗 张汤可不知道 太后跟梁王本就是一伙 他为了给儿子拖延时间 就当着张汤的面让太监一指 等他一走 太后便换了一副脸色 追回梁王的旨意已经拟好 请太后过目用喜 办事可真利索 请驾回宫 而梁王赶到燕刺城后 便想让燕刺侯杀了刘彻 怎料他却被人给杀了 可让梁王没想到的是 这个杀害燕刺侯的凶手 竟然还是自己的熟人 随后梁王便告诉念奴娇 说自己是奉了太后的旨意 专门来此为你父亲平反的 这话说得狗都不信 念奴娇自然也不会相信 果然跟他想的一样 梁王没说两句 就暴露了真实目的 跟小姐一块为民除害的 还有哪几位英雄呢 念奴娇哪能不知道 梁王是在套自己的话 于是他一口咬定 变刺侯就是他跟秋缠杀了 没有别人帮助 但梁王早就从小侯爷的口中得知 那天的刺客不仅有四个人 还很有可能是太子身边的人 可不管他怎么引导 念奴娇都守口如瓶 刘彻在一切事情结束后 来到张千的父亲坟前道歉 与此同时 窦太后也在皇宫为梁王登基做准备